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一层一层的规疊在画布上面 而且这个左方的一个 就在我们回顾到它60年代 那在整个经济跟政治的发展之上 在20世纪 其实我们可以很骄傲的说 就是中国人的事迹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 中国的艺术家也在近五年的艺术市场 因为中国的买家跟华人的收行家 大量的突出 而支撑了起这一片的艺术市场 艺术市场 当然偶尔会随着经济的变化 有所波动 可是我们从20世纪中国艺术来看 它其实只涨没有跌 好的作品它永远一直是重要的藏家 跟美术馆所追逐的一个品项 那中国艺术呢 我个人认为 其实在整个中国起来之后 它价格只会更往上走 因为现在的心腹 可能很多对于中国艺术的了解还不够 他们会买比较多的奢侈品 那当他们了解到 中国文化这五千年的悠久历史 跟整个中国绘画的发展史之后 我相信他们会珍惜这一块文化资产 而且艺术品值会越来越高 谢谢大家